现在呢 我们在这里边已经用代码实现呢 来完成了我们这里边的一个事物管理 对吧 好 那现在呢 我再给你加点东西啊 怎么做呢 我们想用db utils去实现事物的管理 怎么办呀 我把这代码再改一下 这里边我要用db utils来实现呢 咱们的事物管理 怎么做 怎么做呀 这时候你要注意 你得找到我们的db utils 它里边提供的那个api 那我们db utils 咱们是在哪一天啊 第七天是吧 这里边咱们讲的db utils 你把这打开 里边是不是有db utils 它里边呢 就会有那个api的文档 你把那个文档呢 打开 那这里边就有个index.html 你把这个index.html 列几个常用的操作啊 也就是说呢 我们没有事物管理的时候 直接用这个就行 我们在这里边给你写一下啊 就是没有事物管理 不需要进行事物管理啊 没有事物管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这套API就行 是不是构造方法 用里边是不是传一个连接池啊 传一个连接池以后 它就帮你获得连接 对吧 db utils 这个小工具类 就帮你去获得连接 因为你给它连接池了 它肯定就可以获得连接了 对吧 然后呢 你想去执行查询 用哪个方法 执行查询 是不是用的是 cure的方法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用的是 cure 然后呢 circle result sign handler 和他的吧 是不是用的是 这方法 对吧 查询 用的就是他 那么我们的修改 用哪个呢 是不是用的是 update 那你现在再来看我们的 update方法 update用的是哪个啊 是不是传一个circle 和一个object 可变参数 是不是这个啊 对吧 我们的 这个方法啊 这是在没有事物管理的时候 我们进行 增删改查的一些方法 那如果有事物了呢 如果有事物管理 他就不用这套了 啊 有事物管理 那有事物管理 他怎么做呢 他这样做 注意看啊 他里面用的是这套方法 谁呢 你new query runner的时候 就不要给他传入 连接池对象 因为这个连接呢 我们需要在业务层 自己获取 对吧 哎 这时候你就得这样去做 然后呢 哎 这时候 你看他里边 cure和update的方法 还有一个传什么呢 传connection 哎 看这儿 这是不是就有一个传connection呢 还有个circle 还有个result set handler 以及一个object可变参数 如果想做查询 用这个方法 啊 也就是说你得从外边 把谁啊 把那个连接传进来 看见了吗 哎 得把那连接传进来啊 当然 还有一个update update里边 是不是也有一传连接的方法 对不对 哎 就在这儿了 啊 就在这儿 OK 这几个方法啊 就我下边给你列的这几个 是跟什么 跟事物有关的 啊 跟事物有关的 好了 那现在假设啊 我想让你使用dbuteos 来实现这套管理 我应该怎么做呢 怎么做啊 那这个时候啊 你其实呢 就可以这样做了 我还是在这个service 来进行修改啊 因为咱一事物不都加在这上面吗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在这里边再给你复制一个 啊 刚才那个是 哎 一 这个呢 咱给他起个 二 对吧 然后现在我们用的是这个transfer 那这里边呢 那我们使用谁啊 这时候来个使用dbuteos进行事物的管理 啊 进行事物管理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这时候你就不用绑定什么当前现成之类的了 因为他里边用的就是方式一啊 对不对 哎 用的就是什么呀 咱们的那个向下传递的方式 对不对 那你现在怎么写呢 这个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了啊 能写啊 这时候你就可以在这儿写啥呀 写个连接 这连接呢 还是你自己获得 我还是用什么传统方式获得就行了 不用绑定当前现成 那是不是就是 utius get connection 这是不咱原来的方式 就从你连接池里边拿一个连接就行了 然后呢 set auto commit set auto commit 然后怎么做呀 我先把这个拿这里边来啊 然后怎么做啊 然后这个时候 在调用这俩方法的时候 应该怎么玩 哎 这时候要把那个connection 再给他传回来 啊 再传回来 然后呢 你现在是不是得改写那个 DU啊 对不对 那我现在把这DU拿过来 当然这两个DU的方法呢 我就直接给你 住了啊 因为咱们现在用dbutius 肯定写法都不一样了 对吧 好 我现在呢 把这两个方法除掉 然后呢 我现在再给你写个dbutius的写法啊 wide 然后out money 这里边需要传谁啊 哎 是不是还得传一个connection 这个括号 对吧 得传一个connection 还有呢 这俩参数 对不对 这是我那个out money 然后你的in money呢 哎 那也是 也得写个wide 然后in money 然后这里边 是不是也要传入谁啊 哎 connection 和这两个参数 对吧 那前面呢 也是传入connection 啊 传入connection 对吧 然后在这里边怎么做呀 这时候要这样写了 cure runner 等于new一个cure runner 原来是不是传连接词 现在呢 不传了 看到吗 哎 不传了 然后怎么做呀 哎 就可以cure runner 咱先写个circle语句吧 这circle语句跟下边一样吧 对不对 哎 这是一样的啊 哎 你就可以把它拿过来了 然后呢 你就可以cure runner.update 然后传一个connection 还有一个circle 还有一个参数 就是第一个参数是marni 第二个参数是roll 看见了吗 哎 你就这样写就行了 然后paw一成 那下边这个咋写呀 一样 cure runner 等于new一个cure runner 但是千万不要传连接 传不要传连接词啊 然后呢 下边就可以写上一个circle语句 啊 然后呢 你再去调用cure runner.update 里边传谁 传connection circle和参数 就是marni和tool 啊 哎 然后有一成跑出去 那现在在我们的业务层 这儿 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那我怎么让它提交呢 注意 你这时候不用你自己写个connection 点commit 用谁啊 它有个工具类叫db youtils 点 它里边就有一个commit 按的close quartily 啥呀 提交并且安静的释放掉connection 就异常都帮你处理了 然后下边呢 如果出现异常 可以db youtils 点 ruback 按的close quartily 看到了吗 这是db youtils 去进行事物管理的操作 当然 你下边 咱们那个 二的啊 把这两个方法先给它注掉 因为咱们这个调用的时候 没传connection 对不对 好了 那你现在可以测试了 我没有 这样 异常 你来转账 那我们到这边刷新 这时候没问题啊 那现在我在这 启动一下 启动一下之后呢 好了 我们在这边访问 localhost 8080 然后呢 对13下边的 叫啥呀 diam3 对吧 然后这里边是不是就可以写着了 是不是他 转账 这样的话 没问题 到这边一看 是不是转账成功 对不对 然后呢 注意我现在就不恢复了 不恢复了 然后我把这个异常呢 弄出来 弄出来以后 其实你发现 怎么的 如果出现异常了 在这里边也只会干嘛 还是9000 1万亿 对吧 就不会转丢了啊 要不然的话 肯定就变成 8000了 是吧 好了 那我们在这里边 再回到这来 刷新 那你现在呢 一转账 看这边 看那数据变没变 这没变 说明我们的事务管理 是不OK的 对不对 是OK的 好 这个呢 就是使用db utils 来进行我们的事务管理 OK OK 我们的字幕 快点 God 我们的结阶